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也没有一个文化 还是文明是完全的无美 如果我们不会合作,不会互相理解 不会互相认识 就我们无法,没有办法 可以和平的,友好的合作,生活起来 连日来,世界古典学大会 总独中国之中原型活动,在河南如火如荼 来自13个国家的40余位外籍古典学专家学者 在郑州、洛阳、安阳三座古都 开启为期三天的夏商之旅 临黄河而知中国,立中原而月春秋 河南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 为古典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学术资源 来自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把梁文表示 中国的中心是中原 中原的中心是河南 我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看中文 翻译了《道德经》30年 我很想再次检查一下 上印的遗产对我来说有什么影响 所以我来到河南 为了了解中国一定要来到这里 这个是起源,是原来的中国 无论是在郑州登上3600年前的商代古城墙 还是在二里头下多遗址博物馆,领略最早的中国 都为外籍专家学者带来了难以忘却的古今对话体验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玛丽·伊弗里·塔克感慨 这种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动态交互 令他生动而真切地感知到了历史 中国有很多历史的地区 但这种是一种最优秀的 因为的 modern archeology 发生所发生的建议 所以我来说这种地区和 modern 共同一调节 这种地区是不足的意義 没有历史 我们必须理解历史 古代与近代一体是一体的 实际上我们还是面对着一样的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任务 古代中国人也说的 活在当下还给我们希望 希望是我们会超越所有的困难 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改变我们的生活 一部河南市半部中国市 河南博物院的参观 给现场的专家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什么中国在三四十年能快速发展起来 埃及艾兹哈尔大学中文系主任阿卜杜勒 阿齐兹哈姆迪表示 此行解答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疑惑 埃及的和中国 埃及的中国的文明固代都很短了 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埃及固代的文化文明 中国保持了这个很明显的 也对你们的发展 对你们的思想 我们说中国从过去 造现未来 没有过去 没有现在的中国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 一部分一刻过去 一部分目前的现金 中国可以引进西方的思想 还有一部分 还用中国古代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 这样的科业在人生上 还有物质上 然后发展已经有并列的东西了 所以这个表示是文明固件 文明融合 对他们生活有提高